哦好,陈师傅开挖机,煮开烂挖机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吃鞋 今天挖鱼塘,挖机卸住了 我钓另外一台挖机过来救援 却比一个大爷主子不准动 具体怎么回事,请接着往下看 今天有一个粉丝 叫我来给他家门口的鱼塘挖一下 主要是把里面的淤泥清干净 这个粉丝告诉我里面淤泥没有多深 让我直接开下去就可以 我试了两下也觉得不是很深 就行了杀个礼,直接冲下去 结果斗插在泥巴里面就扯不出来了 挖机就直接从坡上滑下来 小壁号的油缸也全部踩在泥巴里 好不容易才把斗扯出来 这个粉丝老六他是在骗我啊 他说没有多深 是应该没有他们一样深 现在挖机行走是不能动了 整个挖机的下巴部分 全部卸在泥巴里 我想把前面的淤泥全部甩到坡上 看能不能够挖到硬底 结果挖着挖着 怎么前面变成一个鱼塘了 用斗试了一下 整个斗都不戒了 挖了这么久 结果给自己挖了一个这么深的水坑 这下更加出不去了 从来没有开挖机卸过车的我 今天总算是卸住了 我就把挖机停了 让粉丝赶紧抽水 再不把水抽掉 等一下挖机滑到水坑里面就完了 现在挖机整个底盘已经被泥巴吸住 用斗压在地上都不能把挖机撑起来 有一边的女大挖掘在泥巴里面 看不到了 看着围挖的人越来越多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 赶紧把另外一台挖机拖过来 看能不能够把它救起来 在救之前 歇行沙戈里 把挖机正前方的泥巴 歇给它挖掉 前面这块土地是东家自己家的 今天鱼塘里的泥巴 就全部堆到这块地里面 因为中间还隔了一块土 东家就要我先把泥巴 甩到别人的地里 等一下做两次 再爪到自己的地里 当我在别人的地里 甩了七八堵泥巴之后 给我开另外一台挖机的表弟 突然告诉我 中间这块地的主人 给他打过招呼 要我们挖机 不准从他土地里面过 也不准放一点淤泥在里面 我就急忙把这些淤泥 全部甩到东家地里面 结果哈士比拉大爷发现了 他就找到我另外一台挖机上 跟我弟弟说 小伙子你今天挖机不要动了 你再动一下 两台挖机都不能出去 他说提前给我们打过招呼 竟然把他说的发当成熬别方 把发说完 他就走了 过了一份熬 粉丝回来了 他说他已经跟邻居打好招呼 让我继续挖 所以我们两台挖机 又开始爪玉泥 可才刚挖了几斗 那个大爷又来了 他说我们两个挖机 是听不见还是怎么 已经给你们打过两次招呼 又开始挖 他说你们两台挖机 今天不要想走了 等大爷找之后 我又把挖机开动 把他地里的淤泥 又给他挖出来 然后想办法 把现在鱼塘里的挖机救出来 再去找大爷说说好话 然后这个鱼塘不挖了 直接把挖机拖走 坐在挖机上 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 粉丝才把大爷的工作做好 他才同意让我们继续动工 后来我了解到 大爷主攻的具体原因是 这个鱼塘是公家的 如果粉丝把鱼塘里面的淤泥清出来 粉丝就肯定会在里面放鱼 时间久了 他大心粉丝会把这个鱼塘炸为己有 还有一个原因是 大爷的土地靠近这个鱼塘 以前大爷想在鱼塘的堤坝上 挖几个坑种蔬菜 结果粉丝家不准他种 所以大爷一直在这事耿耿于滑 今天挖这个鱼塘 就必须要经过他的土地 所以他就处处刁拿粉丝家 不准他挖鱼塘 宁悦这个鱼塘永久放会 然后刚才粉丝给大爷做了一个保证 就是在很多邻居的戒阵下 白纸黑字写上 这个鱼塘永久是公家的 他挖这个鱼塘 以后在里面放鱼 只有使用权 没有拥有权 然后在纸上切上自己的名字 交给大爷 大爷才不足我们工了 他说这鱼塘挖好后 能多装一碟水 以后给自己的特地里浇水就方便了 所以现在是我们想怎么挖 就随便我们怎么挖 我就把淤泥 首先全部堆到他地里面 两台挖机挖到下午两点 下面那台挖机 现在总算没卸车了 粉丝给我准备了方胜的午餐 吃饱喝足后继续干 看着这个鱼塘只有这么一碟大 但是里面的淤泥好像怎么挖也挖不挖 甩了一个上午的淤泥 现在有些又流到鱼塘里面去了 所以我又要把这些淤泥抓远一点才行 为什么有些人挖鱼塘 一个小小的地方都能够堆很多淤泥 而我这里两块地 加起来有一亩都 都感觉不够用 一下就比我堆满了 现在下午的效率就低了很多 两台挖机备盒挖不了十分钟 我就要跑到这里来 把这些淤泥又要抓远一点 无形之中又耽误了很多时间 鱼塘里面的这台挖机就没什么事做 只能在塘底刷刷坡 有时还要把挖机停了 就这样滑滑滑寻乏操作下 终于防贴不负有心人 在一块要天黑之前 总算把鱼塘里的淤泥全部清瓦了 自己回去的退路都被淤泥堆满了 要这样挖条路才能够出去 然后把挖机稍微开远一点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两台挖机这样手拉手 把鱼塘里的挖机这样拉上来 今天还好自己有两台挖机 不然又要去求别人 可怜的是大爷的这块土地 一米多深的淤泥 估计一石八肥犹中不了庄稼 我把挖机好不容易才开出来 这个鱼塘总算是娃娃了 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鱼塘没挖茄的样子 这是挖好好的样子 陈师傅目前为止挖的最好的鱼塘 可不可以东家可不可以 非常可以 陈师傅靠谱 靠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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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谱靠谱靠谱 两台挖机 哈雷震的粉丝杀切多 今天多挣了几百 生活多姿多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哦 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辣挖机 自从前段时间 给另外一台挖机 做了一个美甲 然后接奥连沙 挖了很多个沙米沙 今天我把这一台挖机 也做了一个美甲 结果刚干了一个小时活 就冒出来一个沙米沙 我就第一个东家的活 还没有干完 就拖着挖机上沙来了 毕竟干这个事 一个小时就有1080 还有一个250的红包 相当于平时正常干一天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把挖机开到沙上来之后 我们就先把这个场地上的草 全部清理干净 尽量位置要清夸一点 等一下好堆土 正当我准备开挖的时候 突然想到还没有行李 我就立马行了杀个礼 无意冒犯 有事找前面这两个大哥 前后多打了一个木桩 我们就把这个井 挖在正中间的位置就可以 这位大爷 因为他在家里没有良好尺寸 所以在用以前的老办法 用脚印在比长度 老姐们 你们能不能够插到 要挖几个脚印长 这位兄弟他也在用脚印比夸杜 反正尺寸是你们这样良的 如果挖的不好就不要挂我 挖着挖着我好像挖到石头了 这下怎么办 等一下这个井就要用 现在再去拖一台破碎水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一定要把他挖下去才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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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只怎么头眉苦脸的 家里老人家作月 形容和有主人报价一部分 仇死我了 想提借给家人码份保险 给你推荐太康保险 现在有一切分私用名额 有十万的保额 私用觉得好了在马 六十岁以内有没有社保都可以领取 心脏病 啊 方施 等七十种重大洁病都可以报销 每个月只要一顿早差钱 最高六百万保障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太康官方大平台 精神有效 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宽宽凝取 挖了就没有了 马保鞋要身早 当然不用刀最好 我就歇到旁边挖点土 把挖鸡榨位的地方贴平 因为等一下要用力的挖石头 挖鸡榨的这个平台一定要稳 才好用力 在我把油门加到最大 使尽全力的情况下 第一个石头就被我挖出来了 只要挖动了第一个石头 下面的石头应该也能够挖动 挖鸡榨在这头 把能够挖动的石头 全部挖出来之后 我就想把挖鸡 开到对面那一头去挖 刚才挖鸡榨位的这块土地 是别人的 把它压紧了 要挖松才行 然后把挖鸡 开到这一头 继续挖 这一斗又挖出来了 一个很大的石头 今天还好这个地方的位置夸 两头挖鸡都能够去 如果只能榨在一头挖 估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我今天的挖鸡工资 是由旁边的这三位兄弟出 如果我要是挖不出来 他们就得自己用人工挖这个井 所以现在是他们杀个比我还急 一直在旁边锁着我挖 寸步不离 现在深度是已经够了 就是角落这里还有一个石头 突出来了一叠点 一定要把这一叠点挖掉才行 我现在是不管挖斗会不会杂化 只要能把石头挖出来 就算把挖鸡干到包废也行 反正贴贴开那挖鸡也开习惯了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用力的抠 总算是把这个石头抠出来了 现在是深度也够了 长度也够了 但是夸多他们还说 咋了那么一点点 让我再往左边加挖五公分 我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墙壁上面捞痒痒一样 能挖多少刷多少 法正要人工修的 他们叫我随便挖一下就行 最后让我把里面的松土 全部给他们挖出来 然后把井四周的土扫开一点 防止这些松土又滚下去了 这个井就挖好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井里面没有水 然后我再行杀个礼 下巴回家 我打开红包看一下 看里面有多少 怎么又是个二百五啊 今天多挣了几百 生活多知多彩 喜欢陈师傅的 给陈师傅点点关注 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